那接下來呢 帶大家看到的是Youtuber台南Josh 他其實在今年1月的時候啊 遭到老婆Amber家暴 那當時呢 女方還在這個新家的牆上 寫下死媽寶那種字眼 對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對 那時候到的非常的就是轟動 那事後呢 女方道歉並且坦承呢 他其實自己的情緒上的管理 是有問題的 那最後呢 Josh他也提告他就是家暴 那兩人呢 在5月的時候已經正式離婚了 不過日前啊 Josh他就是發了新片 闡述了他就是這幾天呢 就是面對這個離婚 這個事件以來的一些刑辱里程 美國的Johnny被前妻Amber指控家暴 同樣是這一次被台南Josh 則在日前指控前妻Amber家暴 窗帘和衣服被割破 牆上還有血紅的死媽寶字樣 旁邊還有個笑臉 令人不寒而慄的景象 卻讓他鬆了一口氣 我自己一個人獨自面對了半年 現在終於有人可以知道 我發生了什麼事情 終於有人可以救我了 身為Youtuber的他 四日上傳了一支離婚Vlog 爆料Amber經常情緒失控 打罵都是家常便飯 我根本不知道什麼事情會讓他爆炸 比如說有一次我們去超商買涼麵 店員問我說需要筷子嗎 我說要 他說不要 這樣子他就爆炸了 他後來跟我說 我們兩個回答不一樣 讓他覺得很丟臉 甚至用情緒勒索的方式來控制他 甚至在事情過了之後 他還會用手指責他拿刀片畫上自己的傷口給我看 像是在提醒我說 你看這個傷口就是因為你不聽我的話才造成的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繼續加強對我的控制 他一度想要一覺不行 由於這量表是破表的超過四十分 需要立刻就醫 但Amber會檢查手機和電腦的搜尋記錄 所以沒辦法和親友求助 想想還滿諷刺的 我的工作是講話給幾萬人 有時候甚至是幾十萬人聽 但是當我面對到我自己的家暴事件的時候 我竟然沒有辦法講給任何一個人聽 所以登上新聞版面讓他慶幸不用再一個人面對 終於有人可以救他了 最近的幾個月啊 我的生活過得好開心喔 我現在終於可以自由的跟我的朋友傳訊息 可以自由的使用手機 可以聽我喜歡聽的音樂 可以看我喜歡看的電影 那要接什麼樣的工作 或者是要拍什麼樣的影片 終於不用再被控制了 台南Josh秀出新的身份證 配偶欄變成空等 他透露離婚後 沒分任何財產給Amber 看似一般人的生活 對他來說非常珍貴 希望認識影片能幫助其他人 走出家暴陰霾 而對於台南Josh的指控 我們ET5間新聞昨天 也傳訊息給他的前妻Amber 不過到我們開播前 他的前妻都沒有回應 所以也不知道他的看法 不過他2號在個人IG上發了限時動態 寫著就事論事 這件事不是讓你們無限上崗 話都隨便亂講 誰會嫌棄車子房子還願意在沒有求婚 沒有婚禮的情況下在外面套房 先登記結婚呢 疑似不滿台南Josh的律師表姐 指控他嫌棄車子和房子太小 但現實發出後不久就被刪除 Amber還發過另外一則限動 上頭寫著炒作 說謊 心機 網友懷疑也是在罵台南Josh 但都還未經過他本人的證實 這個台南Josh他不僅勇敢承認自己被家暴 他呢還就是變相推出一些周邊商品 對呢像就是我們現在觸控螢幕上的這條毛巾 他寫說這個防守比我家的窗簾還要破 他其實是這樣講還要破 非常的有創意 真的 這件衣服不要拿去剪喔 我給你保證剪了一定會破 你不要剪破還打電話要來客訴 這我是不會接的 一般人都不喜歡被罵是媽寶 但台南Josh乾脆把他做成LOGO 在今年的愚人節推出了周邊商品 在這次家暴事件發生的事情通通變成梗 像是前妻Amber罵他是媽寶又不接電話 他就做成馬克杯 商品名稱寫著A媽寶接電話啊 勇於自嘲的精神贏得許多網友的掌聲 穿佔他把危機當成轉機 甚至當成商機 好看完了台灣的Amber 我們來關心一下美國的Amber 對美國的Amber赫德 他在輸掉跟這個前夫強尼戴普的官司之後呢 他的事業似乎是跌落谷底了 現在就有知情人士爆料說華納高層已經決定刪除他在水行俠2的所有戲份 經常曝光超級英雄系列電影小道消息的推特帳號KC Walsh 日前貼出一張截圖 有消息人士向他表示 Amber Hurt敗訴之後在水行俠2的所有戲份都會刪掉 就像當年強尼戴普失去了神鬼奇航捷克船長 和怪獸系列電影的葛林戴華德演出一樣 不過KC Walsh也表示 消息還不是百分百的確定 只是可信度相當的高 而此外也有一名華納兄弟的內部員工在IG上表示 Amber Hurt確定不會出現在水行俠2的任何螢幕當中 不過這個消息還沒有經過證實 而也有網友腦洞大開 連署要強尼戴普的聖光律師卡蜜爾來取代Amber Hurt 認為他非常適合梅拉這個角色 目前已經有超過4000人參與 雖然說Amber Hurt的事業好像是掉落谷底 不過這個強尼戴普的事業卻是迎來了轉機了 他的好友傑夫貝克就在演唱會上表示說 他預計要在7月的時候跟強尼戴普一起發行一張新專輯 傑夫貝克在2號英國的演唱會上 驚喜宣布將和強尼戴普一起發行新專輯 而且時間就在7月 傑夫貝克更笑說 我也不知道怎麼就這樣了 總之專輯在7月就回問世 而強尼戴普在勝訴之後 曾經在聲明中表示 新的篇章即將到來 似乎是對未來已經充滿了規劃跟期待 而事實上當初強尼戴普是以搖滾歌手身份出道 不過當時並沒有讓他獲得多大的名氣 所以才轉換報導來演電影 沒有想到就此一炮而紅 而好消息來得錯誤不及防 也讓粉絲相當興奮 認為這麼快就能看到強尼戴普的新作品 真的是太好了 我看到很多網友都針對剛剛談談Jush的離婚事件 在做討論 大家說什麼 大家就說什麼 像Andy就說這種感覺很瘋 離婚之後還是要小心一點點 對啦其實我覺得離婚就是像大S一樣 你就好聚好散 你就不要再造口業 不要再說一些有的沒有的了 結果呢還有阿娘 她還說她看到那個影片之後 她有點想買她的周邊雙品 其實我剛剛看到那個毛巾 我也蠻想買的 我覺得真的很有創意 網友真的非常有創意 那接下來帶大家看到的是呢 這個是那個一個 網路上最近流傳一個梗圖 對 這還蠻紅的 對 這個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強尼戴普 她就是在那個深櫃奇航裡面的捷克船長 她說你好 我是捷克 然後這個呢 她就是演水星俠的男主角 她說你好 我是亞瑟 那這個呢當然就是安伯 她就說你好 我是梅拉 然後呢 結果呢 強尼說不 你有拉 結果她很著名 就是她有一張照片嘛 就是她在床上 那就是有排泄物的一個照片 結果呢就被網友做成這樣的梗圖 我真的覺得就超好笑的 真的很有梗耶 對啊 太厲害了 跟得上時事耶 非常的有趣 對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的呢 這個是什麼呢 我們在看完梗圖之後 接下來呢 我們轉換焦點來看一下 比較溫馨的新聞 這個是YouTuber滴妹 她最近呢就拍影片宣布說 欸 她人已經離開台灣囉 而且呢 她也跟她的 YouTuber男友查理一起放閃 甚至呢 還有人在影片底下留言說 祝她新婚快樂 丁梅在4號發出的影片中透露 在規劃已久之後 她決定在今年的暑假 給自己放一個長假 到美國去找男友 順便好好的休息充電 而為了這趟旅程 她做了許多的準備 從辦簽證到AI提面試 還有做PCR篩檢 加上自己的飲料店工作安排 終於在一切都安排妥當之後 順利出發 而且現在人也已經平安抵達美國 不過滴妹和父母道別時 雖然有些不捨 但仍然擋不住 即將見到心愛的人 和迎接休假的興奮 光是看到男友查理前來接機 他就忍不住 開心發出高八度的聲音 就網友開玩笑說 新婚快樂 啊 不是啦 我是說旅遊愉快 而他許多的好友 也紛紛留言祝福他 一切順利 藝人林一誠呢 他最近呢被傳出 因為他先前已經有合作多年的眼鏡品牌呢 竟然拖欠他300多萬元的尾款 沒有付清 那前年底呢 這個品牌呢 又找上了Selina當代言人 沒想到現在連Selina也被欠了100多萬 林一誠曾代言眼鏡品牌三年 據瞭解因為合作穩定 經濟公司不但給出了很大的代言費折扣 也很信任對方 因此在合約期滿之後 雖然還有300多萬元沒拿到 也都為走訴訟程序追討 沒有想到 該廠商前年底又找上了這個Selina當代言人 Selina除了出席公開的記者會之外 也多次聽品牌 在社群PO文宣傳 結果廠商顧忌重施 投期款付了之後 去年底合約到期 仍不願給付100多萬的微款 而Selina的經濟公司 懊惱之餘 找上了之前的代言人 林一誠經濟公司詢問 才知道原來林一誠也是苦主 而且被欠的費用更高 對於沒有拿到酬勞 林一誠的經紀人表示 和品牌合作大概三年 最後一年對方突然就不付款項 中間有開票但又跳票 原想說對方可能是一時有困難 想給廠商時間 後來發現他們一直在徵人 又找Selina代言 才覺得不對勁 現在一切已經交由律師處理 接下來這張照片 你能相信兩個人 居然是同一個人嗎 在亞裔旁邊這一位 當然就是YouTuber大蛇丸 對就他很經典的 耶那個 可是你能想像 這一位也是大蛇丸嗎 就是他據說是他人生最瘦 激瘦時期的照片 雖然從五官上面可能還 大概認得出來 但是這個臉的大小 真的是差了非常多 對我們印象中就是 那樣的大蛇丸 那大蛇丸 他是自己放上這張照片 然後他也開玩笑 就說這個是我人生最瘦的時候 沒有想到這張照片 就會被人家說 你長得好像有點像 那個民進黨立委莊瑞雄 我還有看到網友說 長得像翁立友 我覺得超好笑 其實有那麼一點點像 不知道網友覺得他像誰 大家也可以給我們一些 就是其他的答案 對好接下來我們來 轉換焦點把焦點轉到國外 對這個是在好萊塢巨星 珍妮佛羅佩茲和蝙蝠俠 班艾弗列克 他們先前宣布已經求婚成功了 那其實他們兩個人 在2004年的時候 就是20年前曾經有訂過婚 但是後來戀情高吹之後 沒有想到經過了這麼多年 他們又走在了一起 不過最近他們就被爆料說 這個珍妮佛羅佩茲就是要要求 她的老公簽下這個信條款 什麼信條款 就是一週至少要刑房四次 來維持夫妻感情 過去珍妮佛羅佩茲和班艾弗列克 2002年合拍電影 絕配殺手來電 隨後訂婚直到2004年分手 沒想到事隔多年 兩人還是走到了一起 據外媒報導 珍妮佛羅佩茲4月被求婚之後 要求班艾弗列克 與她簽下協議 明確要求雙方 一週至少要刑房四次 據了解她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要求 是希望正式結為夫妻之後 感情不會隨著時間而消退 不過事實上 珍妮佛羅佩茲今年已經53歲了 小班也要50歲了 小兩口為了維持感情熱度 如此努力 也讓不少人相當佩服 接著要帶大家看到的是英國有一位網紅 他叫做馬托 他先前靠著賣屁 對 就是他的屁位 來賺進了新台幣539萬元 非常厲害 對 非常厲害 沒想到因為現在夏天到了 他又準備出新招了 他出什麼新招 他要賣他的香漢 巨乳香漢 對 非常的特別 而且他是打算用每罐500元美金 就大概是台幣1.4萬元的價格售出 而且他還說如果天氣好的話 他一天可以製造10罐 這個是他的香漢 對 那他如果一天賣掉 這個10罐的香漢 他就可以賺到新台幣14萬元 馬托的巨乳香漢一推出 短短一週內就接到了50幣的訂單 他曾在TikTok影片中提到 自己只需要準備一個瓶子 然後曬幾個小時的太陽 就能做出一瓶巨乳香漢 如果這50幣訂單 都能夠順利成交的話 相當於他只要花幾個小時的時間 就能賺進2萬元英鎊 大約是新台幣73萬元 馬托坦言 過去幾個月透過粉絲 了解到不同類型的市場 也陸續說到 有人希望購買他穿過的舊內衣褲 頭髮洗澡水的訊息 這才突發奇想 賣起自己的屁味 進而推出巨乳香漢 雖然他覺得這個市場的受眾很小 但不可否認的是 這些有趣又古怪的商品 其實也算一種商機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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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